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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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两颗星星碰撞 拥抱给出火花 再到看第二眼的你 最特别路人家 也许贴心引力 让平行线交叉 两颗星 独自绝法防备卸下 你是蝴蝶晶莹在飞翔 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 我未懂你的心愿却变化 纠结做了珍惜 欢迎你来笑纳 看过世界 才了解世界之大 那些放不下 遇见你都被放下 多雪花 你一笑就是烟氧 我认定爱 肯定你就是信仰 不曾表达 你的身份 还是不其中一颗星达 我愿意给你 你消失了 你看看她的 自己也有想要 想要是不公开 跟她呀 谁都不公开 你很可喜 我愿意给你 你嚷嚷什么呀 这万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踩你脖子了呢 你快一脚踩死我得了 我跟他怎么解释啊 你那嘴皮子还怕这呢 别别别 当初是为了给你原厂 是你跟我说的 随便写一份 天马行空的策划案就行了 是不是 很显然 你那策划案 天马行空的程度还不够吗 你看热闹不行事大是不是 这事跟你没关系是不是 不是 老康他有毛病吗 他怎么会看到这份策划案呢 话就说嘛 你那张嘴啊 假的东西都能被你说成 跟真的似的 我是为你负责 我不能在那策划案上红喷吧 哥们儿啊 我跟你讲 其实呢 不是什么坏事 你想啊 毕竟跟你赢得了一次 在总经理面前 除风不表现的机会对不对 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到时候见招拆招呗 你说呢 这事就此打住 我帮不了你 王哥好 来 来 来 我说你真别指着我 我就是点嘴皮子咕咕 好不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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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干嘛你听我说啊 这一手起来不叫 好 我有没有做过 不道德的事情 不道德啊 不道德那也不至于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嘛 只是 原来 原来这也不是出自你的本意啊 这肯定不是我的本意嘛 进来 依然来了 快 坐 不用了 几句话我说完就走了 有什么你说 有些事是私人的事情 我知道不归我管 不 我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你说我逼王总做不愿意做 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你应该听得懂 就这样 咱们解 你丫头是有点怪啊 难怪网毛说的 我逼他 我逼他什么了 我逼他 来来来 最后一的 把手里的工作都停一下 过来过来过来 来看看啊 我这儿呢 是供应商给我的几个新的样板 大家要给点意见 不认你也好啊 我看你 我觉得三号挺好的 第三个吧 我觉得第一个好吧 第一个我都没了 这两个 第二个好 第二个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名正言顺的在这儿窃取情报 跟我玩儿端下黑呢 不是我说你 我 什么的 你总之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我这不是路过帮你出出主意吗 别别别 你刚才说哪个好 二号吗 二号是吧 二号是吧 行 就二号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因为你是人才 知道吗 是 多谢夸奖 不客气人才 不上半走人才 走倒小心点的人才 还真有人愿意解冒啊 王总 真选第二个 你以为我脑子里 撞对着驴打滚啊 那个都看过了是吧 还有谁没看过的 我还没选 你过来啊 这是哪个好 画一点什么 这个好看点 第四个 我 行 就它了 进这儿干活吧 怎么了 你刚才说选第四个婚纱图样 没有开玩笑吧 我又不是一说相声的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 当然认真的 这么随随便便找一个图样 就开始加工制作 会不会太草率了 我觉得有必要 召集全部门的人 开会研究一下 没必要啊 黄依然那是咱们组 年龄最小的 她的审美最贴近年轻人 但她经验鼻径不足啊 这种婚纱的选择 又不是在网上购衣服 漂亮下单就可以了 而且刚才 就看了一眼吧她 眼不看都没事 你刚才挑了第一张 第三张 那咱就第三张 我是给你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真的以为 想没有做婚纱吧 不是真的 还有假的 我是为了扰乱东方摆的世界 你刚才建议说全组开议会是吧 行 我实现你的愿望啊 来来来 你把这优盘拿去 到会议室准备一下 十分钟以后 策划一 全体开会 好的 人齐了吗 好 用盘子的GPT 也是给大家看一眼的 好 用盘子的GPT 那白露露市场婚礼呢 是我们这个季度工作的重东之重 啊 市场婚礼不但有钱 还有宣传点做好了 对咱们策划一来说是一键双雕 这 这 打不开 要不我叫技术部的同事 过来看一眼吧 算了 我能收血吧 来 我这儿看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新人的特点 白露露 我去拿这笔 白露露 三线女明星 她老公赵大光呢 是一个伪慈善家了 这两个人在一起 听上去确实是天造一 谁有纸 赶紧多张纸啊 走走走 走走 王总 王总 不好意思 是我准备的不够重犯 王纪然 明天早找到公司 走走 还是这间会议室 好好收拾一下八点半 不止是开会 好 算是算你运气好 玛丽姐啊 我知道你今天准备 有点仓促啊 王总她就是 幸灾乐祸 我没有 我怎么会幸灾乐祸呢 还有 你以后不要管我叫姐了 我真诚说不起 虽然我年龄是比你大 但是趁机博出位这种事 我还得管你叫姐呢 我 你 你刚看到的是 王总组中教准备 我没有争取啊 冒充傻白天 不是对谁都管用的 是 我 少来这套 我气都让你气饱了 你一发火就知道 血流准又低了 来来来 吃点这个 我不吃 这个枣特别好 它没有合着 你看呀 别皱了 就成死者了 运都运不开 行行行行 你砸了我吧好不好 让我闯口气 好吧 那我出去准备材料 正好过几天 还要陪你去婚礼高峰论坛 不用准备了 就我这口杂现场发规就行 这场面我见多了 也好 这次可以轻装上阵陪您吃 你也不用去了 你都参加好几届了 我对我打算 带黄依然过去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大航线的整体氛围 好 你把你早上给我留下呀 你水桶有点高 这酒不错啊 您喜欢最好 你成熟多了 谢谢沈叔叔花景 别叫他这么亲近啊 是我太冒失了 对不起 沈老板 你发来的计划书 我已经看过了 细节呢 还没腾出时间来考虑 但我好奇的只有一项 为什么我们通灵珠宝 旗舰店的装修 你要交给一家 小城市的装饰公司 您可以放心 整个旗舰店的设计 找的是日本知名的设计团队 里面的装饰材料呢 用的也是国内最顶级的 只是施工方面 找的是这家小的施工坊 费用上 由我们以防全权承担 不会这家小公司里 只有你的部分吧 您可以去查一下 一点经济上的利益都没有 我用这家公司 是想帮一个朋友 连你都没有朋友 我希望你能深入了解一下 我们通灵珠宝的设计理念 品牌故事 尤其是新技产品 要表达的情感 我当然知道 你们的两款新产品 一款呢是真心爱你 一心一意 永不分离 蓝色火焰系列 另一款的寓意呢 是你是我的王后 我们心心相印 我愿意一生守候 两款都是突破性的产品 拥有专利 钻石切割技术 也是独树一帜 看来你的确做了功课 行 刚才说的那一项就这么过去 总之呢 是你们公司负责花钱 只要是质量上 能达到我的满意 也就是把你的七大姑八大衣 都请来干活也与我不关 又买新衣服了 这季新款 怎么样 好看吗 一看就是你的风格 好看 稍等啊 稍等 大能 你看我好看吗 这一分 我看不出来 什么看不出来 你压根就没看过 别人 别人 快接电话 还是捡你手机那边 喂 你好 你在我公司楼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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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一次要拿好了 别再出什么波折 真不好意思啊 还让你亲自送过来 举手之劳呢 我也正好要办点事 你是不是工作很忙啊 所以总这么丢三落四的 也不是啦 才刚刚开始工作 也没什么好忙的 只是王总 要我明天早上 准备会场 我一定紧张 你说那王总 就是你电话里面 这超级大变态吧 就是他 准备会场嘛 这种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的 挺简单的 哪有啊 我有个同事 麦琪姐 她都工作好多年了 今天早上布置会场 还被码头差 现在换成了 肯定是定了 我今天呢 有点时间 你跟我说说 我给你出点主意 真的吗 王毅然 他人呢 冒合 毅然下落取手机去了 又取手机 他取手机比取经都难啊 这回肯定没问题了 人你都给他送到门口了 咱公司门口 我看看热闹去 冒合你干吗去 说了吗 我看热闹 你当真别都没你什么事啊 我也去看看 你等会儿我 你关键呢 就掌握住这几点 估计你们那个王总 就不会冲你发飙了 其他的就看你个人发挥了 有你帮我出主意 我现在觉得放心多了 谢谢你 不 我应该做什么谢谢你呢 你不用想着谢我 你不是说你们那个王总 是个超级大变态吗 那他肯定就不是个正常人 万一他要是哪一根筋搭错了 我出这主意 就适得其反了 你不要随便下午好不好 我很容易被下的 我刚刚才觉得心情好一点呢 现在又顿时觉得人生没希望 没这么严重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做事情呢 好多都是准备的充分 结果 有时候要看运气 你就放松心态就行了 我只要一想到王总 那个像大灰狼的眼睛 我就放松不起来了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场游戏 这样吧 我们俩呢 打个赌 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吗 你要是过关了 你就请我吃饭 要是出了问题 我再请你 好啊 老哥 不就取一手机吗 还取出情绪起伏呢 你跟他们聊啊 这一会儿严肃 一会儿满脸绑围吗的 反正满在街 就他们的表情最丰富 冯总 喂 哎 这跟黄云然聊天的帅哥是谁啊 帅哥 哥 哎 麦吉 你当真觉得刚才的男的挺帅 还挺帅的呀 有我帅吗 那当然跟您不能比了 首先在气质上 就肯定输给你们了 解解解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说实话 咱们不论颜值高低 那哥们气质还是不错的 感觉像是喝过杨墨水的人 最似的也是印度尼西亚 读过中专的 刘伯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最不喜欢这样的男人了 而且我觉得他肯定老关着 不像王总这么接地气 等会儿 接地气 我怎么觉得不是他夸我呢 当然了 行行行行 大头你说 我说什么呀 这是我刚才问麦吉的问题啊 我跟那小子谁帅 那肯定是茂克帅啊 答案统一就没劲了 我想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你必须说反面 来吧 茂克这个人你逼着我说呢 我恕你无罪 来吧 那我可说了啊 我觉得他比你有素质 接续 还有他比你有钱 这是肯定的 别的我不认识 车我还不认识吗 人家一辆车 能买您的十辆吗 对 对 还有这笑容啊 人笑起来比你好看 茂克有时候你一笑吧 傻了吧唧的 你知道人家那一乐 我真许不上来 还好就是人家穿衣服 比你有品味 就您那几套西装 都抵不上人家现在穿那衣套 还有那鞋 你看人家那鞋 茂克你鞋 你知道吗疼了 还有那头发吗 过瘾 茂克我接着说吗 你自己觉得 茂克就是你逼着我说的 你知道什么 就点刀为止 我还有点活 这活 昂 昂总 今天呢 等我等我等我 爸 你 你等我 我爸呢 我来 爸 您现在是火的不行啊 好多客人点名要您 行 我跟你说啊 我刚来这儿坐 看着你们公司那台湾那小鸭子 跟你挺帅的小伙子聊天呢 那是不是他男朋友 那怎么 连您都觉得他帅啊 这话说的 这眼睛没毛 谁不觉得他帅 跟我比呢 我正跟你做的 嗯 跟你比 咱如果光崇长相论呢 你跟他 我肯定选他做我的 那跟您比呢 跟我怎么比啊 我这么多年 月里在这戳着呢 他能跟我比吗 肯定我帅啊 我感觉真是良好啊 黄伯伯 呦家导 其实啊我啊 早就看着你了 但是我看着你 跟你男朋友聊天呢 所以就没好意思打着呢 我我我那个 那个不是我男朋友了 不是你男朋友 嗯 我跟你说啊 这年头这么好的 小伙子可不好找 你得抓点紧 不是爸咱得共的聊呗 那些客户可等着跟你见面呢 问题是联络方式的 我一会儿就把你手机上 你自己先走了 行 抓点紧 我听你的好消息 好 走 王伯伯 你不会真照我爸说的做吧 去跟那个 捡你手机那个小子 搞推荐了 感情都是顺心自然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顺心自然的 我跟你说啊 我爸这人满嘴跑火车 他说得连我都不行 可是我跟王伯伯看法一样 我觉得是二人人不错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你经常是吗 不是经常 我是怕你交友不慎 你知道吗 好 我已经长大了 会照顾好自己的 谢谢王总关心 王一人 来我办公室我给你聊聊 好 好 好 来 谁先坐 不用客气啊 好 咱们俩就是先聊天 这儿 有关于你这个手机 失而复得这件事情呢 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事啊 它有点蹊跷 有什么蹊跷 你看啊 这个世界啊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它复杂着 对吗 从表面上看呢 是有人捡了你的手机 给你送过来了 对吧 对吧 但你要反过来想呢 万一这手机 就让这人给偷走了呢 去卖手机的时候 发现手机不值钱 干脆拿手机为用 就笨你这人又来了 不是啊 手机就是我不小心 落在人家车上的 再说了 笑人对我一直都很好 我上次在货车里 差点要死了 就是他救我出来的 后来呢 他又送我去机场 我又把我的包 落在他车上了 他又在机场等着我 停停停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你是想告诉我说 这人既是你的救命恩人 又是实机无畏的 好少年 对吗 对啊 那要照这个剧情发展 下一步 您就该以身相许啊 你到底想做什么啊 我是想提醒你 凡事过过脑子啊 我作为你的直接领导呢 要对你的私生活 稍微负那么一点点责任 你如果确定 要跟你男人好了 你得先弄个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结婚呢 有没有女朋友 最重要的是 他的财务情 知道吗 你说他那么年轻 他怎么就那么年轻 那么贵的车呢 他在上海的金融中心做事 刚刚被派到北京来 车子呢是公司派给他的啊 青年才俊 你这么说 我就能理解了吧 对吧 那我劝你啊 赶紧的啊 就把自己打包嫁儿得了 就你这智商啊 能碰到一正常男人 愿意娶你的也不容易 王总 这是人身攻击耶 再说了我也没有想要嫁 而且我跟他的关系 打住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咱们聊下一话题 你就是这个杰菩 杰妮菩 刚从一个留学回来 你好 姑娘 说句不爱听的话啊 这个时间地点都是你定的 你怎么才来 我告诉你 我这后面还有好几个客户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在家里化妆 可是怎么化得太满意 这化妆跟谈事 哪一个重要 我对不起 这是后几场婚礼上的人员安排名单 是你负责的吗 对不起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孙中伟就是上次 丢了结婚证那司宜吧 我知道啊 你知道 那你应该记得 我说了不许再给这人拍活啊 你给他拍活不就是跟我对着干吗 不是啊 王总 我听说他家境很困难 他妈妈身重病 太太的收入也不高 全家人都靠他一个人主持婚礼赚钱 而且你已经拔了他两千块了 我想他不会出错了 那是你这么觉得 他要再犯错 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王总他真的很可怜 他可怜关我什么事情啊 他妈妈生病是我传染的吗 他老婆找不着好工作 是我耽误的吗 我拜托你 你要可怜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 他在我王帽策号的婚礼上 把结婚证给我弄丢了 我托您的福好 我不容易给你找回来 要不然这雷是不得落我头上了 王总人都会犯错嘛 你就再给孩子机会 王一人 你入行时间等我不怪你 但我今儿要告诉你 能主持好婚礼的私仪友的是 我干嘛不把这机会 留给一个不会犯错的人 你平时都有哪些爱好 如果要旅游的话 你就想建立国家 行了 我看我们还是谈点正事 我难道说的这些都不是正事吗 姑娘 你忘了了 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吧 约会的主题无所谓 只要我们聊得开心就好了 打住吧 还是说说你的婚期具体是几月几号 婚期 婚期还没订好 还没订好 嗯 还没订好那你约我来干什么 其实人家还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你这不是耍我呢吗 我要告诉你 我这岁数比你爸都大 你别生气 听我给你好好解是吧 行了行了行了 我告诉你啊 你啊就是个女孩 你要是个男孩 你信不信我抽你 好男孩哦 什么 好男孩哦 你不会是拿外国话来骂我的吧 人家怎么可能骂你呢 你不知道 我上次在表姐的婚礼上 看到你做主持人 我就想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大叔 还这么多才多艺 如果我有着这样的男朋友 该多好呀 打住啊 哎 你刚刚说什么 男朋友 对啊 如果你是我男朋友 姑娘 你爹妈呀 供你刘洋的这点钱啊 我看 都让你给糟蹋 王总 你这家考虑就上了 没什么好考虑的 我告诉你孙中伟 我坚决不会有 赶紧换人换好了告诉我 我 我 出去吧 我 行 你要真可怜她 回头等你结婚的时候呢 帮你联系她 好不好 让她给你当司仪 我给你打一折 包你满意啊 我 不是啊 王总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不怎么的你 给你点笑味 你就蹬鼻子上脸是吧 这事还没完啦 你要再这么拖泥带水呢 我告诉你啊 明天的会议你不用准备了 还让麦克准备好不好 王总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麦克准备已经太生气了 明天的会议还是让她做吧 你因为她生气你就不干了 那我在这儿当总监 东方把还生气呢 为了让她不生气 我是不是得辞职啊 我告诉你啊 好好地给我准备明天的会 别给我打脸 听到了吗 出去 可是那个失忆 关我什么事啊 可是麦克准备 关你什么事啊 所以我说啊 刚子老师 从上回那摇滚婚礼啊 我就看上您了 看上您的主持风格了 所以我说呀 我儿子的婚礼啊 我可说什么 我也得请您来主持啊 所以我说呀 我今儿个就替她拍板了 那就谢谢您了 瞧瞧瞧瞧 跟我还见外啊 咱俩这关系 不见外呢 不就见鬼了吗 讨厌 你可真逗啊 逗得人家都忘了 该说什么好了 那我看你呀 还是好好想想 这位女生 您是专业相面人吧 我看你呀 还是好好给您儿媳妇相面 另外呢 对对八字 免得呀 耽误了她的人生 咱俩 咱俩还没好好商量商量呢 商量商量找我 不是 不是 咱俩还好好聊聊 你还是另一个高兵吧 不是 咱俩还能交个朋友呢 朋友 咱俩再给我提孙仲伟 我就死给你看你 什么事 王总 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今儿有什么特别的吗 再想想 等会儿啊 喂 爸 你小子让我见的 都是什么人哪 你跟我说实话啊 我刚才见那几个人 是不是你故意安排的 要考验一下 你们家老爷子 不是 爸 你 你慢点说 我还没听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 我见了仨 没有一个想正经办婚礼的 他们都有病吧 憋着跟我搞对象 什么事这是 爸 你是不是喝了呀 这 以后这种破事少找我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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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好帅 真的 老爷子要疯啊 人啊 怎么了 不是 那个 你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刚才说 你有没有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别让我猜的 你直接告诉我好不好 王子 我觉得自从你见了黄依然楼下约会的帅哥以后 状态就有些怪怪的 你什么意思 觉得你好像有点吃醋吧 我 我王猫是吃醋的人吗 那可能是我敏感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我倒是觉得你在吃黄依然的醋 别开玩笑了 反正我不可能吃那个帅哥的醋 你别误会 我说的是你在工作上在吃黄依然的醋 只要喝点领粉 你从何说起呀 朋友 咱俩这么熟了 你要这么跟我聊天就没劲了 啊 好 我承认黄依然没来几天你就让他分担我的职责 我觉得有些不太合适 继续 王老师 别管我叫什么王老师 你就单刀直入 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 是这样 王老师 我有个亲戚 参加过您主持的婚礼 说您主持得特别好 然后向我推荐您 我就慕名地往您在那个婚庆公司打个电话 亲亲接耀的 这说法倒是挺新鲜的 来 继续说啊 我不是本地人 我和我男朋友来北京旅游 我就住在这儿 怎么 没了 有啊 当然有 那接着说呀 王老师 要不然 我们上楼 去房间 然后跟您慢慢聊 去房间 啊 嘿嘿 姑娘 我看啊 就没这个必要了 我还有事 拜拜了你们 哎 王老师 你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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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说我们上楼去聊一聊 特不高兴就走了 论资历 哪怕你让小周陪你去 我也无话可说 论资历 麦吉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你应该很清楚 我最讨厌的就是论资牌辈 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人上不来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些半死不活的老油条 他站着毛根不拉屎 他混吃等死 但这次陪你去婚礼高峰论坛的 偏偏是黄依然 怎么了 你让我怎么想得通 你哪怕让小李 我 我也 也能理解吧 李大宝 就他这样的 你说开除他把他大错不犯 留着他把他屁用没有 他还有生存空间吗 我只是举个例子 王总 我出发点都是为您考虑 你知不知道 现在策划医的很多同事 已经对黄依然有不少争议了 您再这么挺她的话 我 我真的担心您不能服众 不是 没给咱俩聊天 别扯上别人 好不好 你跟我说说我怎么难以服众啊 你告诉我外面是对我有意见的 这些天我观察下来 我就发现你一人对黄依然有点意见 我 别人能像我这样吗 推薪致富的 我谢谢你啊 不过你应该很清楚 我冒用人遵守的是能者上 用者下来 您的意思就是黄依然 这个能者上来了 我用者可以下去了 是这样吗 你今天跟我说话的态度 让我非常失望 天蜜蜜 你像天蜜蜜 干嘛 你小声点 刚才麦琪在老大屋里掉点泪 你真是为大伙操碎了心 你累不累啊 我告诉你这都可多事啊 麦琪姐 这边啊有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明白 都会在别人背后捅刀子了 还会有什么不明白的 欠人情 我欠你什么人情 莉莉是不是已经给你打电话 说和你离婚的事情先放一放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们老板现在要跟她谈分手 她找不着下家了 那跟你离婚的事还招什么急 你是说他们老板已经跟她谈过分手 她不是就想跟他们老板结婚吗 我偏让她结不成 这不也是你想要的效果吗 对对对 我承认这是我想要的效果 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还不简单吗 给她好处啊 一家三线城市的装饰公司 能够拿下北京通灵珠宝旗舰店的装饰工程 哪一个老板会不动心 我明白了 你是用这个做条件 迫使他们老板放弃跟莉莉结婚 一个公司的发展 和一个二婚女人之间 作为一个老板 哪一个更有吸引力 对不起啊 凯文 我没有贬低你和莉莉的意思 那你说 他们老板放弃结婚 能持续多长时间 等这工程完了以后 不就一切如初了吗 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工程 已经不跟他结婚了 他回过头还要跟他好 他是不是傻呀 不过这个呢 已经不在我掌控的范围之内了 我只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 你说以我们两个人的实力 要打到一家上市的婚庆公司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是莉莉要跟你离婚 他不可能回心转移一样 我现在就用这个事情向你证明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打个比方 举个例子 这离不离婚 跟打造上市公司是两码事 你别跟我来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的事 总之我现在已经拖延了 你跟莉莉离婚的事情 你就得也是欠我一个人情 老同学 你不会凭这个 就让我去当什么 你那个总经理吧 我怎么觉得有种绑架的意思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满大街全部都是人才 我干嘛那么贱 每天哭着喊着 捧着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一定要给你啊 我只是让你先记下这个人情 在合适的时候 你再还给我 我准备着你的人情 我还得来 你也不要 我坚持着真的 你是不是 我梦 你会不会 你会帮你 你会帮你 我 你会 你自己 我 我 你会 喂 怎么了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没事 我晚上也有一个饭局 我知道了 好 再见 你和王冒的关系可真够奇怪的 你不回家吃饭还得跟他报备一下 白住人家房子 这起码的礼节总该有吧 白住人家房子 你约麦克给他吃饭了 怎么来不来 我约了 王冲 我看麦克姐姐的心情不太好 我应该是不会来的 工作归工总 下了班该干嘛干嘛 有点事治愿 冒哥还真治愿 你记得上次我把水片丢了 你训我一顿 我把水片丢了 我练整三天 我每顿我才吃两碗饭 我压根都没食欲你知道吗 两碗饭你可嫌少了 哥 你知道我平常饭量 我每顿我吃了四碗我还饿呢 你不接电话啊 哥 你直接给他发个微信呗 对啊 梦儿 过来帮蔡一个忙 妈 我来了 没你什么事 没你什么事 我快帮 来了啊 蔡姨 您说让我干点什么活 这哪有你能干的活啊 就想跟你聊把天的 什么有事啊您 吃个饭哪有什么事 来 梦儿 你爸最近怎么样了 您怎么惦记他干吗呀 什么叫我老惦记是他呀 我们这十多年老结婚了 我关心一下怎么着 行行行啊 蔡姨 您得点心思啊 我懂啊 不过呢我劝您一句 上岗子那不是买烦 你要真落我爸手里边 等着自己往火坑里跳啊 你这孩子怎么满嘴跑舌头呢 什么叫往火坑里跳呀我 我跟你爸 那是十多年的革命友谊了 你说他都这么大岁数了啊 你说一个人自个这么住着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呢 身边连个叫救护车的人都没有 能行吗你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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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istic 这小zego 很小 sudden 你怎么在干什么 你怎么在干什么 你怎么跑 你欠罉不什么 你怎么走 那你怎么跑 你怎么跑 你怎么跑 那你怎么跑 你怎么跑 你帮你你的男人 你怎么跑 你怎么跑 你跑 明镜与点点栏目